好,尊敬的各位读者,尊敬的钟阿诚先生,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华书局国宏讲堂,今天是我们国宏讲堂的第八讲,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作家,剧作家,学者钟阿诚先生为我们做讲座,讲座的题目是从文物的造型看文明的源头。 主讲人钟阿诚先生与共和国重灵,他是当代的著名的作家,剧作家和学者,他的父亲钟电斐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电影理论家,尤其在电影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启博书,电影的锣鼓,至今都是电影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目。 作为作家,阿诚先生,在小说方面,齐王,树王,孩子王,可以说,大家驾驭呼啸,在散文随语方面,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长诗与空诗,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同时,他作为剧作家,编剧的作品有《芙蓉镇》,《飓风行动》和《吴清源》等等。 近年来,钟阿诚先生致力于学术创作,尤其是结合考古学,天文学,人类学等文献与田野调查成果,从文物造型的角度对中国文明进行探源,还原洛书与合图的真实意义,开拓了艺术史研究文本之外的另一种研究角度,造型文样研究。 由此,在2014年,钟阿诚与有幸出版了钟阿诚先生的《落书和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这本书,时至今日,已然多次重印,获得了学书界和读者的广荡扫评。 刚才我只是对阿诚先生一个创作经历的简单的勾勒和描写,但尽管如此,恐怕大家也会发现,可见阿诚先生一个清晰的思路,也就是始终时刻,未能停止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故而,今天我们国务讲堂,有幸请到阿诚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讲座题目,再次向大家重申,是从文物的造型看文明的源头。 依照阿诚先生的意愿,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时长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是阿诚先生迎来讲座,其他一个小时请大家与阿诚先生进行互动。 今天我主持人的开场白到此结束,请大家给热点掌声,欢迎阿诚先生。 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我和那个共和国统领,我在这纠正一下,我比共和国大半年,所以呢,我是他哥,这个 我今天的这个讲题呢,是中华书记已经出了这本书了,但是今天呢,跟那个书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问这个青铜机上这个文样到底是什么? 今天给那个,大家这个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文明的这个造型探员,就是文明可以通过文献去探这个根源,对吧?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文明? 那么呢,我们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造型来探这个源,而不是用文献来探这个源。 造型来探源的话呢,一般的人,我估计,当然我们这个话不客气了,就是说是,在座如果有文盲的话,也能看懂,也能看懂。 所以他比那个文献这个探源呢,要直观很多,而且他的这个证明性更强。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文献呢,在继承的时候,他有漏字了,取义了,也就是把那个意思给他这个什么,给他那个改变了。 我们就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完了争论不休。 我们先讲洛书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河图洛书呢,是我们很久远很久远的这个传说。 刚才提到孔子,孔子呢,就说过,说这个河不出图,也就是说,原来是说河出图,洛图书,河就是黄河。 这个洛呢,就是在洛阳附近的那个洛水,说是,黄河里面呢,浮现了一张图,这个洛水呢,有一个乌龟呢, 驮一个书,这个出来,一般以前是什么呢? 以前是说,这是吉祥的这个征兆,河著图洛出书。 那我们现在,这个要重新探讨这个一个事情,它到底是传说,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洛书这一部分。 这个1987年的时候,安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对一些专家呢,影响比较大,对一般人的生活呢,毫无影响。 但是它跟我们说的那个洛书有关系,就是发掘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新时期时代,相当于我们可能听说过的梁柱文化啦,等等这些文化。 它们是一个时期的,大家看,这是乌龟,但是它是有两片玉片,这样合起来,合起来我们看上面有孔啊,它拿那个绳子绑起来。 出土是先出土这个乌龟,后来清理它的时候,在里面拿出来一个什么?拿出来一个玉片,这个玉片,我们看,就是这个玉片。 这个乌龟里面有一个玉片,这个乌龟里面有一个玉片的时候,很容易使我们和传说当中的那个落出书,乌龟脱了一个书,出来,这个联系起来。 那这个玉片呢,那这个玉片呢,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有这么多箭头,这个箭头呢,当中有一个圆,里面有一个八角星纹,这个是什么意思? 当时,当时的这个学术界,也就是说是考古界了,还有这个,咱们叫什么,历史学者,就是反映得非常快,就这一部分,八角星纹。 那很多学者呢,非常快,他这个成果业,这个挖掘报告一出来以后,这个像香港的饶中仪先生啊,什么这些,马上就做出反应。 从图像来说,我那个时候在看到这些就是考古大家呀,这个历史大家的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隔,因为它习惯性的这个反应都是从文献上找,从文献上找。 找这个,它的解释,或者它的根源,或者它的等等意义是什么。 但是呢,我因为不是这个,它这个这个学术圈子里面的人,我也不是这个学术的这个,这个体制这里面的人。 所以呢,我的这个想法就不会,先是从体制的这个方式去想,而是,首先就是这个图像。 从图像来说,我们看,十字方向,完了和十字方向,当中又有斜的这个方向。 它就是方向,它就是方向,东西南北,完了和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也就我们说的四面八方,我们平常说的四面八方。 跟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直接的一个图像的一个联系。 但是这个图像是什么,不是能够轻易说明的。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沈聪文先生,他也是个文学家,但是他后来四年以后,基本上就是搞文物了。 他有两个助手,他们合作的这个中国服饰研究室,也是,好像不是中华出的,有这么一个,也算画册吧。 那这个书呢,现在使用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拍电影的美公司,拍联系剧的美公司。 但是,什么朝代的这个服装是什么样呢? 都会到这个,到这个这本书里去找。 那找的时候有一点问题是什么呢? 是,是,它是古代的服装,但它是官衣,也就是说,出席,好比说,出席party的时候,我穿这种。 便服,在家里头,就不穿这种。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电影啊,电视剧里面,常常是什么呢? 在这个床上,你恩我爱的时候,也穿着官衣,这是不对的。 它一定是便衣,所以在这上面没有分辨清楚。 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后来这个,他这个助手内,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来说这个是什么? 他说这个是纺织机,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这个,那个线啊,不是支了一段吗? 就要把它拉下来,或者紧一紧,那个轴,扛在这个,这个,这个,呃,做纺织的这个人前面的,它的侧面是这个,是这个形。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来搬动那个,这个轴呢,让它往前转,这样它的那个,那个,呃,这个,经线呢,就会绷紧,就会绷紧。 那因此,这个,这个,八角新闻呢,在沈先生那儿是,已经几乎是定案了,就是说他是,纺织,对纺织这个发明的一个崇拜,一个崇拜。 非常有道理,而且有实物,和后来呢,这个有很多出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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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灵家滩的这次出土,也有那个纺织,就是纺那个线,把它一转起来,这两股,它就拧到一起去了。 这个,这个纺织上,也有这个,这个,这个八角新闻,因此这个八角新闻代表纺织,好像是定论了。 但是,这个,这个,这个社科院考古所的这个,这个研究员,冯时先生呢,提出了新的,这个,这个,这个,看法。 完了,把它做出这个论证,所以呢,这个论证,启发我,和,我采用的是冯时先生的论证,也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冯先生的这个,这个,论证的这个步骤。 我小的时候啊,呃,长辈啊,他们也会说到和图洛书啊,但是他们常常说到的是什么呢,九宫图,就是,九个方格组成一个大方格,呃,大方格。 这个九宫图呢,有的时候是一个米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四面八方这个米字,我们小的时候写大字, 会,刚一开始的时候是给你这么一个米字格,往来你就写什么,人手牛啊,什么的,去写这个字,你容易把这个字排得好看,或者它原来就有那个墨迹,但它还是有一个米字格,你去淋它,或者保纸放在上面,去淋它。 说到这个九宫图呢,就是这个九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当时他们谈到的时候,是用卦来谈这个九宫, 我们知道九宫跟我们的这个卦象非常有关系,那个时候呢,老人们说呢,就说,就是交五,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这个五, 说只要交五,九宫就出来了,同时呢,有这个什么,有长辈说什么呢,这个交五,就是洛书, 当然,年纪小,听不太懂,但是这个印象很深,印象很深,和,你到别的这个,别的地方去,也有长辈的时候,关于交五和洛书呢,或者有人很神秘的说,我知道这个洛书是,是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就是九宫,就是这个交五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当中,这边是这个五,我们把它交上,我们来演示一个, 就是这个过程,把这两个十字怎么样,交叉开,就是交叉成四面八方的样子, 交叉成这样,这个就是交五,交五呢,大家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你顺着直线去相加的话,都是十五,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让大家加了,我这心里可能都得默默地加的, 好,要把这个数字都摘掉的话,这个是,逢时开始的这个过程, 把他,把他这两个十字交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动画呢,我只能给大家嘴说了啊, 是什么呢,把这个重叠的部分,把它涂黑,重叠的部分,这些地方都是不是重叠的部分, 是不是装在这上就动画就消失,没有刚才那个还动了, 重叠的部分把它涂黑, 怎么样,这个八角青纹就出来了, 逢时先生是这么解释,那个玉牌上面,那个八角青纹是什么意思,方向,四面八方,而不是纺织机的那个,这个经轴的这个侧面,不是那个, 所以这个,这个发现呢,其实是一个图像发现, 它使用的是图像的方法,而不是用什么,文献的方法,非常直观,任何人,就是这一层这个,这个窗户纸, 捅破了,非常简单,不捅破的话,千古之谜, 但是我们看苗绣,苗族的衣服里面,原来它长久一直就有这个符号, 这是那个鬼师穿的这个衣服,古当节穿的这个衣服,它的这个东西在哪呢,在这后背上,后背上, 那么古师这个鬼师,我们以前叫羽布,就是大羽的那个羽,尧顺羽的那个羽, 它怎么样,它们在舞蹈的时候,是要弯腰的,这个是什么,朝天的, 那么看来,它跟上面这个方向是有关系的,它跟上面这个是有关系的, 而且前面那个玉牌从玉柜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方,这个面是朝上面的, 好,这是那整件的,这是一个贝尔代, 这个,我这个书里的这些衣服的这个图呢,都是核燕提供的,核燕今天好像也到场了,应该是到场了,它不会,哦,举手了, 我刚才看见它,我把它走掉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块,它是这个,这个六角性能, 其实上面,哎哟,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上面,这里面包含的,都有这个因素,只不过它是变形的, 我们就不详细讲了,这个在,呃,没愿讲课的时候是详细的,一个一个去分析过去, 我们现在就歌词大意了,啊,这是撞足的,我们看这个,这个袖子上,这边,完了,这又是变形, 当中这个也是,是十字的,这是瑶祖的,苗瑶是一家的,这里面也是,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啊, 哎,九宫,九宫,九宫和这个方向,四面八方,什么这些,都有关系,呃,我看有的,那个,呃,人呢,记笔记很认真,哎,我好像这是,呃,学堂,呃,不用记了, 买一本书,那个书上,都详详细细的,所以呢,记笔记是什么呢,记笔记实际上记的是,你讲这个书,我有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记下来,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尤其,像今天这种,你在学校的时候呢,你把问题记下来的时候,老师一喘气,你一举手就问了, 要不然你自己的问题会忘掉的,会忘掉,所以今天呢,有一半时间,可能还有一多半时间呢, 留给大家,我们互相交流的时候,你一定把问题记下来的时候,你就有,到时候会,会根据这个问题来提, 你记,哦,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已经都有印刷品了,这个不需要了,呃, 当然没卖书的记一下,我,我也没关系,但是,我是这么劝扰,我是这么劝扰, 这是湖南的,也是这个湖南也有苗族嘛,我们因为刚才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什么,八角新闻,八角新闻,完了是大的,这是一个大的, 好,其实洛书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他,确实跟乌龟有,跟这个龟有关系, 确实跟龟有关系,呃,但是,他的内容,表达什么,表达实际上就是空间的, 整个这个水平空间的,二维的这个空间的,东西南北,这个方向, 我们下面呢,在讲核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三维的, 它一个纵向轴,我们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 这个,核图,呃,这个图呢,没有做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画的挺好的,一,一存盘,再打出来,它又断掉, 但是这个意思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做图的问题,没有做好, 就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那四面八方,这些在中国的, 的这个,这个,呃,意义里面,它包含了什么呀,东西南北的方向, 哎,我们老说的东方,是吧,苍龙,来代表,南方呢,是由猪雀,西方是由白虎, 北方呢,是由玄武,也就是龟和蛇,在一起,这个来代表, 那么又可以代表什么呢,东,春,夏,秋,同时,它在我们的意里面, 这个大盘里面,怎么样,又表示季节的,也就是冬至,春分,夏至,和秋分, 也就是两分两制,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是夏至过了,哎,夏至的时候是什么, 是白天最长,冬至的时候,是黑夜最长,完了,春分和秋分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黑白,白天和黑夜呢,是等分的,就等分的,这个对, 一个农耕民族,或农耕时代,或者狩猎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区分, 这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在这儿呢,再,再提醒一下大家, 以利于我们下面的这个, 讲, 那么这一部分呢,冯氏先生也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考察, 也就是说, 这个河如果我们一直理解为黄河的话,河出图, 理解为黄河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被地面这个,这个平面,这个维度怎么样, 限制住,限制住, 我们现在看,这是夏季银河, 这如果是高清的话呢,就是非常的清楚, 现在因为是,不是高清, 所以就,但是还是应该能看清楚,就是, 这个是那个银河, 这是怎么样, 一组星宿, 这个星宿组成了什么呢, 东方苍龙, 它是由七个星宿, 这么组成的, 苍龙是怎么样, 苍龙是从银河里面, 或者我们以前说的河汉里面出来, 所以河出图不是黄河出图, 是黄河出图里面, 苍龙星宿从这里面, 这么, 这么冒出来, 本来是什么呢, 它一个星宿, 一个星宿的亮起来, 完了最后呢, 就是这一串, 这是苍龙星宿, 那边那个点是什么, 是北极星, 是北极星, 这是四川的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 自己有个相机特别爱拍星星, 好了他发的网上, 一看我说他这个图拍的好, 另外因为他也有天文知识嘛, 所以当时做这个书的时候, 就跟他联系, 就这个网上的成果呢, 就到了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体质外有很多能人, 说到北极星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到这个图像, 我们再看, 就是北极星是一颗天空当中唯一不动的星, 它为什么不动呢, 是因为我们地球这个轴在自转的时候和公转的时候, 这个轴一直这个角度是这样, 围着太阳这么转, 因此这个轴对着这个地方呢, 它就呈现为不运动, 其实它自己也是运动的, 但是在古人的观测来说, 它就是唯一不动的, 其他所有的星星全部都是动的, 包括太阳和月亮, 只有北极星是不动的, 这个唯一不动的就成为最关注的, 那么也成为中国的什么呢, 唯一的这个神, 也就是这个以前叫天极嘛, 唯一的这个天极神, 所以中国的宗教里面, 这个或者说从巫教的开始, 我们就已经是一神教, 而不是多神教, 这个当年罗素二十年代的到北京来讲演, 胡适先生给他做翻译, 他就说, 他说中国为什么落后, 因为你们是多神教, 我们是一神教, 那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读书人听的一愣, 说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一神教就先进, 为什么多神教就先进, 我们刚才说东方苍龙, 南方周雀等等, 这个不是神, 他们是灵, 神和灵要分清楚, 所以中国的传统的根, 或者根源上是一神教, 而不是多神教, 其他都是灵, 或者精, 或者怪, 神只有这个不动的这个, 好, 我们再看这个青铜这个盘, 对于这个天象, 在青铜盘上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 这一个龙, 龙的头, 完了, 他的身体怎么样, 这么盘旋, 这是他的尾巴, 完了, 身上呢, 有这个鳞片, 有这个鳞片, 龙鳞, 完了呢, 他的当中呢, 顶着一颗, 什么, 灵形的, 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实际的天文像呢, 他表达的就是那种, 他表达的就是那种, 这是社科院考古所藏的一个盘, 跟那个形式是一样的, 认真说这个盘呢, 因为在这个, 我这个解释之前呢, 这个盘是最不受重视, 是顶是受, 最受重视的, 其实现在这个盘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为对他的研究比较少, 所以实际上这个盘, 在他们拍照片的时候是放反了, 应该是什么, 应该龙头朝上了, 现在他都摆成了朝下的, 就是好像龙在压着什么东西, 不是, 他是实际上在拖着什么东西, 这是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 这个, 这个当中, 我们看当中这个菱形, 它处理成什么样, 是一个尖起来的, 像那个金字塔一样的, 就像那个胡胡那个金字塔一样, 它立起来, 有四条龙, 必须有这个, 完了这是龙的那个脚朽, 脚那部分, 完了这个鳞片, 也是绕着走, 好, 这是几美, 法国几美这个, 呃, 博物馆, 他们有这个, 这个展品不是他们重要的展品, 其实这个展品非常重要, 它这是, 没有放在一个盘上, 没有放在一个盘上, 它是直接的, 把它做成了一个什么, 蚊香, 不是蚊香了, 叫蚊香状子, 这个东西, 它是, 这是什么, 这个青铜座柱出来的, 所以在座如果有生意头脑的话, 回去用这个造型, 做蚊香, 这个是美国弗里尔这个美术馆藏的, 这个是, 应该是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到最清楚的, 清楚到什么呢, 清楚到, 有一个重要信息暴露出来, 透露给我们,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 它这个脚都像那个, 打榜, 保龄球撞的那个棒, 那个棒叫什么, 都没玩过是吧, 没玩过这个保龄球, 就咣嚷, 撞倒那个棒, 这很像这个, 它龙的这个脚, 所以呢, 以后中国出保龄球的话, 应该那个棒做成龙脚的, 这个样子, 在这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知道龙是代表东方, 龙这本身最主要的这个图案, 最主要的是东方, 那我们看这儿有一只什么, 一只鸟, 这一个弯曲的鸟嘴, 这是猪雀无遗, 完了这个呢, 是什么, 是虎, 跑起来, 它的尾巴有这么长, 但是第三个是什么, 是鱼, 因此排除法来说, 其他三个都有了, 剩下的就是北方了, 因此在商代的时候, 起码在商代的时候, 北方的代表, 标志, 这个图案是什么, 是鱼, 而不是玄武, 而不是玄武, 我们再来看苗族的衣服, 这是他们那个鬼石仪的背面, 怎么样, 我们发现这个是对的, 为什么, 它是龙头是朝上的, 它是龙头朝上, 我们把这个, 描述的这个衣服, 和刚才那个青铜盘放在一起, 对比一下, 我们就发现, 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包括, 对不起, 按错了, 包括我们看, 这上是怎么样, 方的, 这个动画又启动了, 一个是它的中心, 它的几何中心, 这边是菱形, 那边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米字, 其实就是九宫,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八角星纹, 这个是一个意思的, 包括我刚才说, 你看这个青铜盘上这个, 是方块啊, 什么这个, 这上的也是, 完了三角, 它构成的, 贵州呢, 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 很封闭的一个地方, 所以, 它应该不是跟周朝学的, 非常有可能是周朝跟他们学的, 而他们自己的传说当中, 他们原来是东海的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杭州湾呢, 或者是上海了,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首领是赤优, 所以赤优和皇帝打的时候呢, 被打败, 所以他们就一路往西, 现在呢, 像贵州, 广西, 云南, 越南, 都有苗族, 他们的传说是这样, 他们的传说是这样, 这个, 苗族人特别能打仗, 六十年代的时候, 到七十年代的这个, 这个, 越战, 我们平常说这个越战, 当时美国跟这个, 和这个南越, 跟这个越共打, 也是被这个丛林战害得很苦, 不会打丛林战, 所以呢, 就雇佣什么呢, 雇佣苗族, 跟这个越共打这个丛林战, 所以, 越共是比较恨这个苗族人, 因为打不过他, 打不过他, 这个我们当然不要提了, 我们是知青, 过去在那的时候, 下雨天那个红泥一样, 就像油一样, 下雨天的时候, 你完全, 你恨不得就是四个脚, 这么, 这趴下去这么走, 你两个脚完全, 自动的滑, 可是苗族人可以, 一下子跑过去,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他们对这个, 这个这个丛林战, 下雨季的这个东西, 适应性特别强, 所以战斗力特别这个强, 我们说的老挝, 和外面提到的辽国, 其实整个就基本就是苗族, 那苗族后来这个谁, 这个美国停战之后, 撤掉, 把这个帮助过他们的苗族人, 都给转移到那个哪, 带到美国去了, 就在加州, 让他们给他们房子, 什么, 让他们住, 但是那个, 他们觉得这个房子太憋屈, 就在房前面那个草地上, 自己大锅旁住, 说那个房子不好住, 房子里面有热水的, 他们就用它来退猪毛, 所以这个杀猪社区影响很大, 很恐怖的, 抗议这样, 很有意思这个, 这个苗族是个战斗民族, 这个, 他们自己的, 用我的话来说, 就是生活品质, 生活质量非常低, 因为穷, 贵州这个地方都是善的, 穷, 但是他们的妇女, 在秀这个的时候, 你发现, 生活品质和工艺水平, 相差得非常大, 他们应该是我们民间的那个, 这个一种工艺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实际上他们呈现出来的呢, 那个高到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爱用, 黄家黄家, 就是黄家这个水平, 也就是当初他们还是新世纪时代的时候, 的部落联盟的上层的这个使用的东西, 而这个文化反差非常大, 同时也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从那个时候西迁开始带走的时候, 实际上带走的这些东西, 他们一直不要改变, 一直不要改变, 他为什么不改变呢, 因为他相当于人死后的这个通行证, 因为这个鬼师呢, 要引导他越过, 翻过千山万水, 到达有海浪的地方, 此地才是升天之地, 贵州那不是, 那这个翻过这一关一关一关的时候, 这些东西不能秀错的, 秀错你就等于, 今天叫什么, 今天大家没有什么号啊之类的, 这个预定, 那就没你的位子了, 或者这关卡就是你过不去, 那你的灵魂不能升天, 这个生死是大事, 所以在这个上面, 苗族的这个刺绣, 保留的, 保守下来的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有这个实际需要, 所以把它这个保守下来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文化研究非常非常有用, 它能够用, 今天能够用来, 从造型上来反证什么, 我们所说什么黄河文化啦等等, 他们之前是什么样子, 其实苗族刺绣里面常常反映的是这个, 非常珍贵, 我当然不是为这个, 我也愿意, 为贵州旅游什么是吧, 弄个小广告, 到贵州去看看, 我们看这种河图纹, 在这些衣服上, 怎么样, 比比皆是, 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文士, 这个不太清楚, 所以看不太出来, 其实那个旁边那个小屏幕上看的比较清楚, 这些都是怎么样, 小河图纹, 一个一个的小河图纹, 完了你看, 这一点, 其实和这一点, 它组成的是四面八方那个洛书纹, 它总是这两个大要素在里面, 所以它讲它的造型的是, 都是讲这个根本性的东西, 根本性的东西, 我们再翻过来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它明白了, 这个八角新闻和这些箭头, 说的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挖出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知道去讨教苗族, 如果去直接, 赶快就去讨教苗族说, 最近国家挖出了一个东西, 你看看是什么, 很清楚啊, 这个, 对他们来说是很清楚, 我们要动用最高级的学者, 他们不需要, 在这里的, 凡是能够绣这个图案的, 这个老婆婆也好, 小媳妇也好, 都能告诉你, 这个牌子呢, 上面啊, 我们看这有两个袜, 有两个袜, 上面有这个洞, 这个洞什么意思呢, 一般人都说, 那缝在帽子上, 缝到什么衣服上啊, 那是那个针眼嘛, 不否认是这个, 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数, 他有一个特殊的数, 这个数呢, 也是社科学康护所的一个学者, 我一下, 书上有, 但是我现在忘掉他这个名字了, 他认为是, 苍龙七宿里面的尾宿, 也就是第六宿, 我们把这个第六宿呢, 给他放大放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动画, 看看他动不动啊, 哎, 动了, 他都对应那个数目啊, 大家看, 我们先提前注意, 那儿有两个小孔, 最后是两个小孔, 完全符合了, 因此他上面的数目是苍龙, 代表苍龙的, 他用这个维朽来代表苍龙, 苍龙跟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玉牌的这个关系, 就很清楚了, 这个考证非常精彩,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古代这个打仗的时候, 不是打仗之前了, 平常征兵啊, 征兵, 谁能够做弓箭手, 第一选的是什么, 要眼睛好, 目力好, 那么呢, 一个是北斗七星, 有一颗星旁边, 有一比较暗的一颗星, 半星, 就是让你抬头看, 那就是一颗星吗, 抬头看, 一颗星淘汰, 眼睛不行, 还有一个就这个维朽, 在那儿, 一颗星吗, 一颗星淘汰, 看到两颗星的, 好, 训练, 这就是目力好, 目力好, 这个星星, 这两个是, 是以前挑选这个, 射箭的士兵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口试题, 我们再看, 刚才, 苍龙星宿的, 有一个星秀, 有个星秀, 这个星秀呢, 是三颗星, 是三颗星, 这三颗星呢, 在古代的时候呢, 叫什么呢, 叫大火星, 大火星, 所以说的, 诗经说, 七月流火, 九月受医, 那个流火讲的是, 星宿这颗大火星, 在正南方的时候, 开始往这边倾斜了, 就是他这个星宿这么运动嘛, 开始倾斜的时候, 要注意了, 怎么样, 要开始筹备冬衣了, 所以他不但是对我们农食的提示, 他也是对我们生活的管理, 因为呢, 也不能说小媳妇懒啊, 一大一, 这个时, 这个季节一耽误, 冬天真的是穿不上棉衣的, 他到, 因为到九月的时候就叫受医, 受医就是什么, 就要把衣服盖给谁给谁了, 儿子的衣服, 女儿的衣服, 这个丈夫的衣服, 九月受医, 所以他开始这么一篇的时候, 你要准备了, 他指的不是七月怎么样, 热的汗流加味,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这个星, 七月流, 这个流火的这个火,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叫新秀, 在古代的时候是大火星, 这个大火星非常非常重要, 他这个三点啊, 这一二三, 它组成的这个新秀呢, 我们看啊, 我们在刚才看到那个盘龙盘上, 我们看到了那个鱼鳞, 我们发现是三个尖的, 这个就是怎么样, 大火苗, 完了呢, 它由三个尖来代表三颗星, 也代表三颗星, 所以呢, 我们知道苍龙星秀里,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大火星, 常常在指示农石的时候, 不说苍龙, 只说大火, 大火到哪了, 就该干什么了, 大火到哪了, 就该干什么了, 所以呢, 我们看清通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不要去忽略到, 忽略掉这个, 这个大火纹, 这儿也有很清楚的火纹, 那意思有一点这个什么呢, 这儿就像咱们这个煤气灶, 碰一点, 起了一火苗, 完了, 上的还有点, 再翻回来看这个, 争论不休, 到目前为止还是争论不休的, 这一个, 有一个这个黑桃罐, 上的有课文, 那么像姚宗姨先生呢, 就一直认为, 上面是太阳, 下面是云彩, 下面是高山, 也就是是朝日东升, 哎, 这个是很浪漫的, 是很有诗意的, 但是古人做事情啊, 很少为浪漫去做一点, 而是性命攸关, 才去走, 才去留下痕迹, 从严重性上来看, 不是,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看起来很像, 那我们现在知道新宿的这个关系, 苍龙和北极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在知道大火的这个三个这个什么, 三个大火星的这三点, 完了这个火炎文的这个构成的时候, 我们再翻过来看, 所谓的云, 其实是什么, 大火星, 大火星是苍龙, 苍龙怎么样, 是守护, 护卫, 北极星的灵, 因此上面不是太阳, 太阳和月亮的崇拜是很晚的事情, 是什么, 是汉代开始的, 在这之前, 因为太阳和月亮都是赚的, 所以太阳不是神, 他不诸管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神诸管我们的是北极星不动的这个, 凡是动的地位, 下一道, 所以多一句闲话, 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你们现在什么, 你是天平座的什么这个, 那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怎么样星座关系, 中国是什么, 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个叫紫微斗处, 紫微星就是北斗星, 所以你以太阳算的时候可能不太和, 会发生危险, 或者总不成功埋怨, 算错了, 系统搞错了, 所以上面是什么, 是北极星这个圆, 不动的这个圆, 下面有火纹来代表苍龙, 下面是什么, 看, 一二三四五, 这是地, 我们说的什么呢, 现在有喝酒的吗, 健康生活是吧, 或者喝酒还划拳的, 很少, 五魁首啊, 这五魁首这个划拳是这个东西不能包起来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包, 它是老大, 它是苍龙, 它永远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不管出一, 出二, 出三, 这个不能, 这一包就输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圣里面说的五魁首怎么样, 是包括了五样事物, 后来那这个在浴气, 在清通气上呢, 它叫张, 浴字旁, 斜浴旁, 一个文章的张, 它是由地面的一个祭祀, 祭祀什么, 祭祀北极星, 这个, 这样我认为是解释得通的, 是跟我们刚才那个解释, 是这个逻辑上是自洽的, 我们再开明明, 这个苍龙这个东西,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 这是长了个癌啊, 长了瘤子还是什么, 你看这儿也有一个, 完了这儿又有一个, 他这个, 我做动画呢, 是这三个地方呢, 会亮, 我们发现龙, 这个苗族四周这个龙身上, 有三朵东西, 这是什么, 大火, 我们注意, 只有新宿是三颗性的, 在苍龙身上, 这三个, 它一定是大火, 因此也就是苗族, 很有意思啊, 苗族, 尤其我们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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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采集, 那是在贵州, 贵州我们知道, 地乌三尺平, 三无, 这个天乌三日情, 是极端不利于观察什么, 形象, 但是这个文化符号, 他们一直保持, 他不会因为没有用, 我就把它, 删除了, 不, 他一直保持, 所以, 这跟我们刚才看那个陶罐, 那个客服的, 那应该是同时代的, 怎么样, 意识形态和天文观测的结果, 只是浓史, 只是浓史,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苗族丝绣的时候, 它这里面非常忠实的, 把这个大火星, 这个树木, 绣在这个龙身上, 我们这是另外一个, 动画, 动画, 这个动画,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特别挑的一个错误的例子, 这张绣片呢, 绣功比较差吧, 幼稚, 大概呢, 跟初学有关系, 第一, 这个龙, 我们很难找, 我们很难找到, 它是身体, 这到底在哪, 好像这还有一截, 什么的, 本来是这么绕出去, 怎么这还有一截, 怎么回事, 所以呢, 它大概其来说, 它是模仿, 一个好的图案, 但是在做的时候, 它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好, 同时它怎么样, 一, 二, 三, 四, 它绣了四个,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 收集的时候, 不但要收集正确的, 还要收集错误的, 来做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例子, 所以呢, 这个四个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知识的时候, 到摊上去买, 一看是四个, 说我不买了, 说为什么不买了, 不告诉你, 好, 我们的合图这部分呢, 就先到这儿,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前面已经说到, 一个是洛书文, 东西南北和四面八方, 但是它交叉点的那个地方叫中, 这一点上, 我们从合图文上来看呢, 它是北极星的这个位置, 那么它实际上是天上的位置, 和地下的位置是一致的, 那所以乌龟是什么呢, 乌龟是古人, 用乌龟来比喻这个什么, 或者代表天和地的关系, 这个片正好就藏在这个龟甲里面, 它意思是说, 它这个轴就出现了, 也就是地和天是对应的, 有一个东西呢, 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应付很多麻烦事, 你们中国为什么叫中啊, 告诉他, 我们是以北极星为中的, 我们不是地理概念上的这个, 我们不是因为地理成为中的, 所以河南省呢, 说我们是中州, 我们是地理上的中, 你弄了一个新疆, 新进来了, 那你又不是中了, 那边如果在十几块, 弄来弄去是很麻烦的, 在天上它不会变, 因此我们中国的中的这个意思, 它的中是北极星这个中, 所有其他围着它转, 是这样一个天文概念, 它唯一不动的, 那我们常常说, 就把这赏了, 还不是说北京, 这是政治中心, 这是从地理上, 从平面的这一围, 我们现在呢, 中国的对中国的认识, 这个中的认识呢, 要有一个纵轴了, 第三围到上面去, 86年的时候, 刚才那个灵家摊是87年, 这个86年的时候, 在梁柱, 当然, 这个杭州北面一点, 现在有一个梁柱博物馆, 里面产品非常好, 但是经常被借占, 所以反而到梁柱博物馆, 不太容易看到, 他们最重要的东西, 出土,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玉丛, 对玉丛的这个解释呢, 历代也有天元地方啊, 就沟通天地嘛, 沟通天地,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的侧面怎么样, 有很精细的小的刻纹, 这个四个面都有, 我们现在把其中的一个放大看, 它刻了这么一个图, 上面是一个抖一样的, 这个什么, 这个脸, 下面有两个大眼睛, 下面还有一个嘴巴, 完了, 在下面呢, 是个爪, 冯石先生对这个的考证呢, 就说上面应该是, 这个羽冠的最上面呢, 应该是那个天极, 因此戴这个羽冠的人呢, 是天极神嘛, 他这个手这样, 扶着下面两个大眼睛, 那大眼睛, 哎呦, 大眼睛是什么呢, 因为从斗魁, 也就是北斗七星的这个来呢, 他说这个是亥, 也就是猪, 这个身有虚亥, 人亥是猪, 那我是对图像很敏感, 我想我们可能都注意到, 它是爪, 它不是偶蹄, 猪是偶蹄类嘛, 我们吃猪蹄, 我们都会发现, 两个蹄子褒, 它不像马, 马是一个, 所以叫鸡蹄, 偶蹄, 那这个如果是猪的话, 这个怎么解释, 但是我们从洛书, 里面发现, 乌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把联想, 图像的联想怎么样, 往乌龟那边走, 我现在给大家看, 它应该是乌龟, 下面乌龟是什么, 下面这个爪, 完了它的牙齿是细的, 我们看, 它的是这个爪, 爪啊, 你看这个乌龟壳的这个腹甲和背甲怎么样, 连成浑圆的, 连成浑圆的, 那我在书上, 那张图没有放在这个上面, 我在书上说, 这个, 它连成浑圆的时候呢, 这个腹甲就应该是代表地, 这个怎么样, 是上面这个圆的呢, 应该代表天, 所以我们知道甲骨纹, 为什么会刻在腹甲, 而不刻在背甲上, 因为代表地, 有人问上面意思, 而不是天, 有人在问, 是地下的人, 就由这个地甲, 这个腹甲来代表, 个子上来问神, 怎么怎么回事, 这个王后这个怀孕了, 是顺产, 还是这个什么呀, 难产呀, 问这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刻在这个腹甲上, 那么还这个, 这个乌龟呢, 我在书上用了的那个图呢,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里面乌龟壳里面, 从上到下怎么样, 有四根像柱子一样, 其实它是加固这个乌龟壳的壳的承受力, 结实度, 这四根柱子, 使我们的先民, 因为他们几乎每天在杀龟, 每天都有事要问, 所以对乌龟的这个, 这个这个体内这个结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就有, 我们关于天和地石油, 四根柱子怎么样, 互相连接, 或者说把天撑起来, 把天撑起来的, 那跟这个龟呢, 所以龟的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是, 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是这个, 这个, 跟这个乌龟的造型, 这个壳的造型是有关系的, 龟是非常非常, 这个重要的, 那么我们再翻回去, 我们再看这个, 底下这个龟, 它的这个爪, 我们再看它的嘴啊, 它那个牙齿是斜的, 上面那个人的那个, 斗形的那个脸呢, 是什么, 齐齐的, 像我们这样, 是方形齿, 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是上下交错的, 肩形齿, 同时还有什么呢, 你看, 须子, 从嘴里出来, 须子, 这个就叫什么, 龟兮啊, 我们常常说龟兮大法, 什么呀, 这是表达那个龟兮, 它的怎么样, 吞吐, 吞吐, 在这上呢, 因为, 也不怪这个, 这个很多专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常注意到这个形象,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 到这个图, 这是这个大嘴, 这是那两个眼睛, 也乌龟的眼睛, 完了, 这怎么样, 变成, 疗牙状, 它其实是这个西的简写, 简体字, 简体画, 它不能一根一根的这样来表达了, 它就一流, 但是它被误认为什么呢, 疗牙, 因此把它猜测为猪, 是受这个误导, 受这个误导, 它实际上是,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 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 它是表达气息, 表达气息, 天地间的这个, 充满的这个气息, 我们再翻回来看, 我们对,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个是, 整个这个人, 这个天机神, 怎么样, 骑在柜上, 它控制的是什么呀, 控制的是天地, 控制的是整个这个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 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在苗族丝绣里面, 发现, 如果说, 我们还搞, 还在争论说, 它是猪, 还是乌龟的时候, 苗族人又一次, 教导我们, 它是龟, 为什么, 在它里面, 我们先看, 上面一个小人, 两个手是这样的, 是折壁, 完了, 有两个脚在这儿翘着, 下面怎么样, 是一个乌龟, 跟刚才两组文化的, 那个构图的原理, 或者异议的原理,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这可以反证回来, 我们猜, 我们证明它是龟, 是一个铁证,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绣片, 下面还是这个, 它的这个大趋向, 它是这样的, 完了下头有两个脚, 下面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龟, 这么看着我们, 这是一个龟, 这是, 我们解读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要多一点, 这样一个龙, 其实是两条龙, 两个头嘛, 两个龙头, 对着的一个什么, 有一个圆圈, 因此它们是什么, 这个是, 应该是天极, 下面有一个龟, 挺委屈的样子, 因此龟和天极的关系,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灵家滩的, 这个发现, 为什么这么重要, 它告诉我们, 在新世纪时代的时候, 这个关系, 在宗教上这些龟, 四面八方, 天极等等, 这个关系, 我们居然看到, 贵州人民, 其实一直顽强的保持, 这个异议关系, 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很大的, 有衣服展开了, 前后筋啊, 这边开着的呢, 是前筋, 这个, 这边这一大片后筋, 那我们做图像的时候, 当我告诉你, 那是龟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让你自己去判断, 你就不好理解, 这一块, 这个龟, 对不起啊, 龟头, 是朝这边了, 这边是龟尾, 这个当中呢, 是一个龟形, 你看这是它, 表达它那个脚啊, 什么这些地方, 表达它那个脚, 这个龟也是在它背上, 为什么啊, 就是东西南北中, 跟上面那个东西南北中, 是对应的, 是让下面看, 这个天机神闲来不适, 突然往下看, 有人在, 要跟我说话, 那我就跟他说话, 这个跟神, 是不用语法的, 张光之先生呢, 告诉我们, 这个, 中国的这个文字, 是纵向联系, 不是横向联系, 横向联系怎么样, 一定要有严格的语法, 这样呢, 和你同等能力的人, 才能够理解你说的是什么, 但是神不需要, 你给他图, 就像通人队, 给他晃一下就进去了, 他知道那是什么, 他不需要你告诉我语法, 你当我傻呀, 你认我这个, 这个, 这个低智能啊, 就给他两个图, 他马上知道, 笑得要说什么, 所以这样一个图, 穿在鬼师上的时候, 他要通神的时候, 上面一看, 哦, 要跟我说话, 完了, 这里面, 我们像这样的, 我们就容易看出, 他这个龟, 像这样的龟, 我们都比较容易看出来, 完了, 我们看到这儿其实就是苍龙, 这种像虫子一样的, 苍龙, 这边也是, 这样呢, 我对这样一个这么大, 我们初看的是很复杂的, 一个苗族的衣服上的图案, 它的组合, 我们就能够很快的, 一块一块, 一个一个细部, 全部都是能够解读出来的, 那么这个在灵家滩的时候, 在发掘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缝在帽子上的,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戏剧, 有这个, 演给神的戏, 或者演给一般的人, 跟他们说最高的意思的, 这个沟通的, 这种戏呢, 也叫神剧, 那么在乌的时代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志, 它下面这个叫什么呢, 叫我们现在说的尸体的尸, 诗实际上是乌的, 来扮演的那个演员, 那个演员叫诗, 他来表演谁, 他别来表演是灵啊, 还是神啊, 他来表演, 那戴上这个的, 就是表达我是天极, 我是天极, 那我们记住这个形, 因为这个形很有用, 这是一个青铜, 一个小东西, 它其实应该有一系列的, 但是其中有一件, 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个图, 它上面这个官怎么样, 跟那个刚才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完了下面这一个, 他其实就是什么, 那个师, 就是那个演员, 他来演谁呢, 他来演这个天极神, 他手上怎么样, 是八角骨, 八角骨, 这个八角骨, 到现在, 东北跳的大神的, 也就是萨蛮, 还在用, 用来他招呼什么, 招呼神, 一直跳着一边喝酒啊, 什么就敲着八角骨, 这个八角骨, 它的来源, 非常久远, 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北, 在俄罗斯, 一直到挪威, 一直到英国, 瑞典, 丹麦, 这个萨蛮, 这个萨蛮圈, 文化圈, 还都是八角骨, 都是八角骨, 所以哈利波特, 实际上, 是表达的是乌, 这个文化, 英国的这个乌的文化, 但是呢, 往前, 但是它没有出现八角骨, 好, 我们就是再翻回来看什么, 看这个苗族丝绣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或者我们会发现, 他们大量的使用天机符, 那么, 这个天机神, 这腕胳膊这个天机神呢, 老是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这个苗族, 管它叫庙, 也就是神居所, 神住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是, 他们这个最高的神, 住在这里, 他住在的地方, 就是天极这个地方, 也就是北极, 北极星的那个位置, 你看, 到处是这种东西, 这个两个是鸟, 就南方朱雀嘛, 到处, 都有这个天机这个符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对, 一个中国的建筑, 就立刻就会, 搞通了, 就是亭子, 这个亭子是不可以乱盖的, 为什么, 那是天机神在的地方, 说自己后夸眼儿里头, 现在买了金木地, 自个儿弄了什么, 这个城乡结合布啊, 什么的, 说说盖个亭子吧, 你有这个命吗, 那越到南方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这个翘的越高, 它越接近这个天机, 这个这个符的这个形, 我们北边呢, 没有那么大雨,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翘, 但是它的来源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从屏格, 格也常常是, 它更像一个房间了, 这个这个上面的这个造型, 这原理是由天机符来的, 我们再看天机符, 我们就能够自己, 能够找出来了, 这个顶, 又一层, 这是天机神, 这个天机神画的耳朵特别大, 为什么它要听吗, 你说半天它没听见, 耳朵背或者声音小, 听不见, 那个很惨, 所以把它耳朵画到了, 让它听得到, 这里到处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 苗族刺绣的图案, 我们会又进了一步, 我们能够解释的越来越多,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有了的时候, 即使它跟别的人, 别的物品的颜色是一致, 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 这个是天机符, 当中这个插腰的这个, 是天机神, 但是这张呢, 是有部分失误的一个绣片, 我们看苍龙的头,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到底是麒麟呢, 还是狮呢, 在苗族里面, 没有麒麟这个概念, 也没有狮这个概念, 如果它是狮子, 那我们可以很准确的判断, 这是明代篡入的, 因为狮是佛教带来的, 苗族自己本身这个系统, 是没有狮子这个概念,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窜入, 但是天机神的这一部分, 是, 还是在一起的, 那还是准确的, 所以天机和天机神, 我们通过造型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些必要的知识, 和必要的考证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青铜器, 我们就会看懂青铜器, 这是在上海博物馆的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琉鼎, 这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这个在以前呢, 叫陶铁, 说这儿有, 哎, 等一下啊, 把底都漏了, 说整个这个行啊, 猙獰, 两个大眼睛张着嘴, 是陶铁, 是食人未咽, 就吃人还没有咽下去呢, 是警告那些太贪的, 太贪的人, 贪吃啊, 贪财啊, 等等这样, 警告那些, 所以呢, 现在应该中纪委, 应该拿这个, 陶铁铁铁铁,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这个动物形象, 以前解释为龙, 在它单面的时候, 它是龙, 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动物的这一边, 把它勾画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上面, 上面这是一个脚, 弯脚, 下面这样, 哎, 有一个舌头, 这样的东西, 我们如果记性还好的话, 十几分钟, 几十分钟之前, 我们记得龙的脚是什么, 保龄球那个杆, 不是这样一个弯脚, 不是这样一个弯, 那因此它不应该是龙, 当我们把这个, 哎, 哦,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保龄球杆的那个, 是这样, 它不是龙, 当我把它都画全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怎么样, 哎, 耳朵, 这是它的耳朵, 这是它的脚, 它非常像牛, 它非常像牛, 它怎么会顶, 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 这个这个仪器, 这个这个仪器, 理器, 那个牛的脸上去, 牛的头上去, 我们来看真的牛, 我们发现牛的额头上有什么, 血儿, 因此它是河图文, 河图文的中心是北极星, 因此它有资格怎么样, 代表天极神, 我们再看一个黄牛, 怎么样, 还是有血儿, 我们再看牛身上, 看, 多大的血儿啊, 这儿, 这儿有个血儿, 这儿有个血儿, 它其实其他地方还有血儿, 这是占的比牛高的, 这是我照的, 就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的这个, 因此苗族在做大祭祀的时候, 祭天的时候, 是要杀牛的, 杀这个牛是有挑的, 就是一定要有血儿, 没有血儿不杀的, 不是, 不祭祀的, 杀可能是吃偶了, 这个牛的关键之处, 就是它身上有血儿, 尤其是额头这儿有个血儿, 使它能够, 对, 所以呢, 巫师的, 中国这个巫师的传递, 不是父传子, 母传女, 等等母传子的, 它是要挑这个你的身体的, 就是你, 对不起, 你只能有一个旋, 咱们有两个旋的, 有三个旋的, 或者有那个美女, 这儿还有一个旋的, 头自然是这样的, 这都不行, 为什么, 天极只有一个, 你三个旋那就不是, 那大火星那可能是, 那么这个旋呢, 也要长得特别正, 也就是它在通天地的时候, 这个血儿的心, 对的是北极星, 你血儿偏了, 也不行, 你不能这么歪着头这样, 所以它有一个身体的挑选, 其他导词啊, 这些在训练的, 比较严格, 我们在翻过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确实是牛, 它确实是牛头, 但是这个牛头当中呢, 有一个东西, 我们因为前面有那个天极神的这个, 这个图像记忆的时候, 我们发现怎么样, 它是个弯着胳膊的, 两个腿往外翘的, 因此是什么呢, 牛头对天极, 那么牛在, 起码在周代的祭祀, 和商代的祭祀是什么, 是国王这一集的, 到祝侯这一集就是羊了, 羊这头前头也有羊头旋, 但是级别就低了, 因为羊肉吃完了很快就饿了, 这个, 好, 我们这时候, 就看, 我把这个标出来, 也就是什么, 这个菱形, 我们还记得那个盘当中, 顶着的那个龙, 顶着的那个北极星, 到这又出现了, 也就是牛的额头上有这颗东西, 和天极神的这个, 上这儿也有, 它们是共同的, 两个东西是祭祀, 与被祭祀的关系, 因此用牛什么样, 去祭祀, 做这个祭祀的牺牲的时候, 叫太劳, 最高级的太劳, 这个是牛作为最高祭祀, 和在顶上, 通天地上, 要达出来的这个意思, 因此它, 不是饕铁文, 不是住花这么重要的资源, 去住了一个铜顶, 只是为了说, 你不要多吃哦, 不是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是跟怎么样,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发生联系的, 因此不如叫牛手天极文, 而不是陶地文, 这个呢, 就是利用什么, 单独把它剥离出来了, 完了这个怎么样, 我们看到, 这是龙的脚, 这是龙的脚, 这两个龙呢, 离开它的时候, 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 天机圈在这, 和苗族画的小胳膊, 和那个小弯胳膊, 和那个灵甲坛里面, 不是, 梁柱的那个, 从上面那个小图案上到, 是好像这么抱着, 这么按着这个龟的时候, 它这个构图的意义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两边是西方白虎, 当中是这个天机圈, 我们清清楚楚知道, 天机圈的样子, 其实是很cute的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这应该是2008的, 我们的福啊, 但是可惜了, 叫海门林画成那个样子了, 我们再回来看, 这个符号, 天机神是这样的, 当中有这么一个, 灵性, 这个是天机, 的这个符号, 我们同时看, 这个在青铜考古里面叫棱, 是有棱的, 这儿还有一条棱, 这儿还有一条棱, 其实它对面, 就是那边还有一条棱, 这个棱, 我们发现它的, 这个长度, 高度, 和天机神是一致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看青铜器的时候, 没有天机神, 但是有棱, 那个棱就表示, 这里没有天机神, 它有多大, 从这个四面八方来说, 也就是这四个棱, 如果在空间当中, 聚到当中的时候, 它其实, 是一个很立体的, 是一个圆柱形的, 一个天机神, 一个天机神, 所以呢, 我们在对这个棱呢, 也就会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个棱, 它是标示天机神的, 我们这时候在, 看, 这是保利拨网的, 这个图呢, 现在, 因为, 童有仪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的不是太清楚, 不过, 幸好我下面, 这是下面那一部分, 下面那一部分, 我们能看到, 天机神, 小小弯胳膊, 下面, 完了怎么样, 这个牛, 它的脚, 在这儿, 完了, 我们看旁边, 这天机神有这么高, 它对应着这个棱, 下面对应着这个脚, 这个棱就是天机神的侧面, 这个棱就是天机神侧面, 它四个方向聚拢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完整的天机神, 我们往上看第二层, 我们先看到什么呢, 这个没有脚的, 这个它应该是虎, 但是怎么样, 它上头也有一个菱形, 也就是说, 这个, 四灵, 在祭祀的时候, 他们出现, 其实都是为祭祀, 这什么, 贝极, 天机神的, 因此呢, 他们都必须有这个符号, 来说明这个祭祀的意义, 我们在这上面看, 又出现一个天机神, 刚才我们看这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我们再往上看, 它这个提梁上, 今天上, 这点是那个天机, 两边是凤鸟, 其实在它的盖上, 也有一层这个东西, 完了盖上有这个集, 我们现在, 可能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这个天机那个形, 但是我们从这个集, 来能够判断, 它那个天机是多大, 这些是对鉴定青铜的时候, 屡试不爽的, 按照这个方法去鉴定的时候, 屡试不爽, 等一下, 我们回到这儿来的时候, 我们看,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看不见, 是那个灵性所在, 这个地方, 我们从大略的判断上来说, 都能够判断的出来怎么样, 这是整个这个有这个青铜器的, 是吧, 重心所在, 因此, 它把这个天机神, 或者这个灵性符天机, 安排在这儿,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什么, 好, 我们讲到最后了, 也就是说, 这个青铜器上, 有很多转圈的, 这个小东西, 那么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和历史学家, 说它是什么, 是云文, 表达这个云彩, 有的说是什么呢, 是古文, 像那个发芽的那个种子, 还有这个雷文, 有这么三种说法, 但是我们现在刚才, 我们讲过了之后, 我们再来重新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怎么样, 它是核图文, 它是核图文, 也就是说天机神, 牛手和满天的宇宙, 星辰, 都是用这个怎么样, 核图文来表达, 因此, 落出核图, 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确切意义了, 好, 非常感谢阿诚先生, 现在能进入和读者的一个交流互动的环境, 哪位读者有问题, 要向阿诚先生请教, 请取投示意, 好, 这是谈案, 谢谢主持人, 杜老师您好, 我的问题是, 您刚才提到, 这个寿面文应该解释为牛的事, 不是, 饕贴文应该解释为牛的事, 现在饕贴文不是改成这个寿面文的事吗, 不是, 这是我个人改的, 公开没有改, 公家没有改, 就是说, 您说这个饕贴的形象是牛手的形象, 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怎么来解释这个脚呢, 我们看到, 就是在暗影处, 那个现在在台湾, 文明博管舱的那个路顶脚, 路手的那个顶, 那个脚就是牛脚, 如果说它是按牛的形象来做到的话, 它没必要再造成这个内旋脚, 外向脚的这种和牛脚不同的这个造型, 所以我对脚的造型有点疑问, 有事吗, 有事吗, 没事吗, 他已经可以解释为这个牛手的话, 他这个身体的话, 身体就如何来解释呢, 还有他这个脚, 身体是吧, 身体是吧, 好, 谢谢, 给他们吧, 你对牛,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牛的形化, 牛背巡化是很晚的事情, 那个是给别人吗, 因为我能听到你呼吸声音, 牛的这个巡化, 实际上是很晚进的事情, 大概是新时期晚期, 所以我们说古人吃牛肉, 其实不经常了, 不像我们现在超市一下就买到的, 你可以坐下, 你可以坐下, 那个, 所以呢, 我们要更多的考察什么, 考察野牛是什么呀, 这种直角的这种, 这个是比较好巡化的, 我们看美洲野牛, 它就是这样, 朝前的, 而不是朝边上, 我们那个斗牛的, 西班牙斗牛的, 就跟我们这一样了, 这是另外一种牛, 我小的时候读那个孟子, 读孟子就不理解, 就说, 这个王坐在这个, 这个王宫里面, 反正有一个人牵着牛, 从前面走过去, 我就问了夫妻, 我说, 以前的王宫怎么这么随便, 怎么就一个人牵着牛, 从这个宫殿前面走过去, 我就说, 这以前的宫殿, 也不是什么现在这种琉璃瓦, 就是那个厚的茅草房, 我们去日本东京, 或者这个京都, 我们看它那个天皇那个屋子, 就是厚茅草顶, 跟我们乡下那个茅草屋是一样的, 只是非常精致, 前面是什么呢, 是一层粘土, 一层沙子, 一层粘土, 一层沙子, 这样它利于渗透, 这个牛是什么牛, 是拉去被祭祀的, 因此当然他有资格穿过国王的院子, 国王见着他, 可能要磕头呢, 因此这一个是巡化石, 一个是这个, 当时这个牛实际上是非常珍贵的, 在珍贵这个上面, 它也是比这个什么, 也是他做能够成为这个祭祀的主角的这个原因, 所以至于他为什么没画出身子, 那我们前面那个龟也没画出身子来, 只画出两个脚, 那个壳没画出来, 所以这都是根据造型的需要, 要突出谁, 等等, 好, 还有其他朋友吗, 好, 后边, 您直接说, 好, 老师您好, 我看的是这个, 2014年出的这本新版的, 您这个洛书和风没看, 当时看的时候, 有两个疑问, 一个疑问呢,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汉代之后才出现太阳的崇拜, 之前呢, 您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后日摄日, 一个例子是夸复追日, 您说呢, 就是因为一个是摄太阳, 一个是这个追太, 所以呢, 代表不了对这个太阳有这种崇拜,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 您来证明汉之前, 没有太阳的什么出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论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您这种书的后边, 有一个图, 就是这个八卦的那个图, 我看这个图特有感人, 就是因为您把那个和这个, 一年四季联系在一起了, 从这个, 冬天, 春夏秋冬这么一重, 而且呢, 这个温度啊, 时时日日啊, 有进入退, 特别好玩,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八卦和天气的这个关系, 而且这个图的这种, 这个图的这种演化, 您是如何发现的, 就是您来证明汉, 谢谢您来证明汉, 这个包括后面, 包括不是我发现的, 是老辈人, 其实, 呃, 村里人就告诉你, 这就叫伤嘛, 呃, 就是土, 它讲的不是气候, 它就是讲, 地球的那个, 热值上来了, 呃, 到春天, 虽然上面还是刮风很冷, 但是你一摸这个土, 就挖一铲子, 开始有潮气了, 要下肿, 所以呢, 我称它为, 前科学的科学精神, 它不被假象迷惑, 它坚定的遵守这个, 这个不是迷信, 呃, 叫人物地, 这个这个地物人, 这个这个一赏, 这个人物地这个一年啊, 哦, 不是地物人是一年啊, 呃, 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常识, 但是呢, 因为, 呃, 这个, 包括把大家搞的也都是五迷三道的, 呃, 这个神神鬼鬼的, 呃, 其实它的最初的来源, 就是这个伤直的循环, 这伤直的循环, 后来的人对每一个挂有具体的解释, 不同时代, 这些东西互相都是没有产生, 不可能产生联系的, 呃, 其他那个证明, 刚才是说什么证明来着, 啊, 太阳这个, 太阳,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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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但是那讲起来又是一个小时了, 呃, 呃, 老师您好, 就是, 呃, 我在听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您一下, 呃,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苍龙图, 以及八星图之类的, 呃, 我看到您举的服装的种类是以苗族为主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的是, 这个, 就是他这个图腾是只是在苗族的服饰中发现了, 还是说, 呃, 他在其他的服饰, 就其他民族以及中国的传统服饰中没有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 呃, 这些图腾以及这些崇拜, 呃, 是由苗族起源了, 那么他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 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呃, 还是关于这些图腾的问题, 是,呃, 不管是说, 就是天极图, 还有苍龙图, 还有八星图, 呃, 这些图是同时会出现在同一个服饰上, 或者同一个, 呃, 就是盘子, 或者是顶上, 呃, 还是说他们是根据不同的用途, 会主要的出现于, 不同的服饰, 呃, 不同的器具上, 是第二个问题, 呃, 呃, 第一个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 呃, 呃, 第一个就是, 呃, 哦, 想起来, 对, 呃, 呃, 不是说其他民族, 这个, 这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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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 而是说, 苗族的刺绣里面, 在他们图案里, 这个关系反映的是, 最正确的, 啊, 他们帮我们很大的忙,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 这个推测, 他们的, 就是从新时期时代, 这个关系一直保持下来, 才可能这个达到这样的程度, 如果, 比如说, 如果它是汉代发生的, 在汉代那个开始日月崇拜了, 等等的这些, 我们就不可能找到那个关系了, 我们现在通过考古的时候, 发现的这个关系, 原来, 再转回头一看, 哦, 原来苗族团案早都告诉过我们这个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能够护证的, 所以如果, 假如说, 我们现在说中华民族做一个大祭祀, 啊, 既天地, 既祖先, 激励我们什么, 那点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什么的, 谁能够做大祭祀, 谁有资格, 只有苗族的鬼师啊, 我们汉族都失传了, 是吧, 所以第二一个呢, 就是这个什么, 第二一个就是, 它是不分各个这个衣服上的话, 它又是, 有室友, 应该是有分工的, 同时我们刚才看到, 为什么底下写是从哪采集来的, 其实它, 有的图案它只在这个地区, 那个图案在那个地区, 这个对我们考察那个, 如果是它这个迁徙, 它是个迁徙文化的话, 它可能是有不, 这个巫师的大的这个集团里面, 它是有分工的, 就谁管哪一部分, 它会在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图案上, 来来显示出来的, 会显示出来, 这个仪器也是, 但是仪器的主题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牛手天机文, 而不是饕铁文, 好, 还有哪位同学, 好, 对面先, 董事长师你好, 我就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看了, 有一幅图画当中, 那个顶当中的感觉, 你如果有那个图像, 甚至应该就是大眼睛, 那个大眼睛, 我已经在小时候, 学了历史的时候就看到, 历史书上就整个山军堆, 突然一闪, 就感觉到那个眼睛, 那个山军堆的那个好像是很像, 我只想问一下, 就是这两个之间有联系吗, 和你有关系吗, 我不能, 我没有这个资格讲这个, 但是我说的其他这些可以做一个联想, 也就是说三星堆的这些人是, 一定是神, 一定是神, 因为那样重要的资源去铸造的, 不会是奴隶, 不会是庶民, 不会是什么, 他只能是神, 我们现在也是, 最重要的物资或者资源, 拿给谁, 还不是说是航天啊, 等等的, 都是, 还是这个道理, 因此, 从神上来说的话, 可能三星堆还真是多神呢, 只是这么猜测, 好, 那位, 直接请朋友传一下, 对, 有个大眼睛问题 因为刚刚你说那个一个东西是 因为不是桌 但是波音率已经很小 但我记得波音率是一个大眼睛问题 假如它是大眼睛的话 那它是不是要表达你的意思 问完了吗 他眼睛大小 因为那个不是 这个预计上那个不是龟的照片 这个问题得学美术的人 你不讲他就懂了 那就是造型需要 就像漫画一样 漫画我们强调哪一部分 等等的这样 他就是强调 因为只有龟的眼睛是圆 猪的眼睛是怎么样 细长的 龟与睁开眼就是圆眼睛 好 还有其他 好 后边的女士 谢谢 谢谢 您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颜柜是从 什么开始 然后用二月生 然后也都是一个 大灯或大灯 一个特别系统的东西 还有这个 雕竹刺绣这个图案 因为您对那个图案的特别灵感 然后雕竹刺绣这个图案 怎么联系到青红气 然后这些文物造型 其实挺跨界的 所以就是研究 然后研究深入 然后是什么期间 或者这样一个问题 哦 没有满书 书上都说了 建议你赶紧才会去 我就是按照说 这个体制的教育 我没有完成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文革 这个就就就就 学业就停止了 后来就上山下乡 完了在80年代 就是回到北京 但是呢 我眼睛有个耳道 就听到很多东西 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不是说 哦我上学期老师教了我什么 我知道了下学期我知道了 不是 他们就是全是 就像一地的珠子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有了一根线的时候 瞬间这个珠子就串起来了 但是不是一个 增加一个珠子 再增加一个再加 我就 成亲的要弄一个项链 你也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这是自学的一个笨方法吧 笨方法就只能是这样 所以它是 我明白事是 忽然就明白一大片 忽然明白一小片 那大片小片又再组成的这样的 而不是一个从小学到高中这样的 大研究生啊什么 不是这样 第二个它是什么呢 第二个你马上再重复一下 没有 你自己 你也忘了 苗族丝绣和 进入自己上的文士 就是为什么是苗族丝绣 就是为什么是苗族丝绣 为什么长到这样一个 形式 一个挺独特的 我以前 我就是下乡的时候 云南就有苗族嘛 对 然后就穿起一个项链 后来你再看到什么 这 它就瞬间这一片 就是联系了 对 你刚才说的多学科交叉 是这样 这本书其实是 一个很长的时间 然后才出来的 不是书 是这件事 对这件事 这件事 后来 因为 要 美院去教课的时候 说讲什么呢 那美院就是讲造型嘛 那就用 从造型这个角度去讲 进行进行 嗯 所以这个多学科呢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方法 我们的 传统学生是精学 精学就是 从文献到文献 所以对于文献的这个 这个 护证关系呢 这个 非常重视 嗯 差不多 中华书局的这个 主要的出版的 这个重心 是 是这个精学的 哎 从这个文献 呃 文献护证 那 我的经历呢 虽然这个文献 呃 就是基本文献 我读过 但是 我更多的实际 接触到的呢 是跟文献没有关系 是实际的跟文献有什么关系 啊 那这个实际里面可有可能有多点 呃 我最受益的是关于人类学的 呃 人类学的这个 这个 视角 这个关系 它是很多东西 其实这个时候文献有的东西以前 不通的话 呃 不通的话 在人类学那 嗯 不成为问题 这也是 就是 当初 呃 这个张光之先生 他是人类 考古 他不是考古 这个 学者 他是人类考古学者 他来看考古 考古只是一部分 他自己的背景 整个大系统是人类学 考古只是一部分 因此他是人类学考古学家 所以这个呢 在他本身的这个 呃 这个人身上他就是交 多交叉的 多学科交叉的 多学科交叉的 多学科交叉对我们 如果说 诸位 可能都大学毕业了之后 就是 就进入跟我一样的水平了 就得自学了 其他学科 要不然你还得交钱去再进修啊 那就是自己 再再再去接触 接触的时候 对你原来的专业一定有帮助 一定有帮助 所以广泛的看书啊 广泛的去 为什么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其实就是 古人已经说了 这个交叉关系 好 好 好 后面那个人 对 是你 那大陆先生您好 那个今天讲到的是唯一文明的源头 然后您在讲过的中间提及到了天极 以及天极初代的天极神 那么通过这个 这套系统的话 又从近代能够收集得到的 苗中文秀中间的史料 进行相互的印证进行涂射 那么作为您讲到的系统 天极天极神 您看到可能是萨曼 萨曼里面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一种观念 或者说一种直系 那我想就是您提到天极神的那种体系 和后世 后世的宗教 如世道啊 比如说这个 穆斯林等等 那么 这种点和后世的宗教之间 它是相对立的 或者是被宗教体系所隔绝 所锻炼 所成为文明点 便进行中间一个隐形的一个卖路 因为我们现在 只能听到您在讲过 看了那本书之后 才会建立这样的一个 支持的特别的信息 这样的一个 期望 或者说彼此看到 是这样的 其实宗教之间 是怎样的一个程序 或者是关系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稍后会后结束之后 能不能当您一分时间 跟您喝一杯 我得记住你这个脸 要不然我不知道谁 靠到我边上吧 我们说 为什么是它是文明的源头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我刚今天讲这个 河图洛书啊 天击天击神 实际上它的来源都是什么 都是天象 天象来的 那么天象有一个 是满天星斗 我们晚上去看满天星斗 究竟哪些星是一组 这个不同的文明 有不同的组合 因此我们说 我们和印度文化 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区别就是 我们指认的这个 形象组合不一样 这个从根本上 为什么它是源头性的 就是很多民族 都是有形象 但它组合不一样 这个组合使我们区别成了 刚才说的这个 你是什么天平座 那个是另外一个组合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北斗七星的这个 勺子瓣 这一部分正好是西方的这个 什么大熊星座 那个熊的那个尾巴 正好是那个 所以你看 它是相同的星 但是它的指认 规定系统不一样 因此造成文明的 这个这个 最根本性的差别 这个是 所以才叫探元嘛 文明的 从造型上去探元 这个东西 有它 非常重要的价值 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 它最后 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性格啦 等等等等这些 我们听到某些话 一听就能够 就觉得 听进去了 实际上就是潜移默化了 有些东西 所以你一听就听进去 而不是 你刚听到一个东西 那很难 我跟你讲 那么 在 你比如在 我不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太长了 我们就说这个什么 这个 但是整个这个 这个形象发生 也就是新世纪时代 一直到 夏商周瓦 它整个的是叫 我们叫 乌的文明 乌的文明 那么 在这里面 我当然在这个书里提了 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不是讲课的 不是今天讲座的内容 再提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觉醒系统 觉醒系统呢 是亚斯贝尔斯 这个在49年 1949年出的一本书 这本书 可能现在大家 很多人 爱书的人 都会买到 他的这个著作 就是这个历史 他 他来讲这个文明史 他说在公元前 800年到200年的时候 怎么样 有一个叫轴心期 这个轴心期 全世界 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很多 觉醒者 古希腊 中国的春秋的时候 和 包括后来的这个 释迦牟尼 他们觉醒在哪 是他们开始脱离 乌教这个系统 自己想事情 在乌教的时候 乌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此他叫集体意识 或者叫集体潜意识 没有个人的思想 没有个人的这个能力 那到孔子 我们非常具体的 因为我面对的就是 这个这个 论语十大真言 孔子很明确的论语 上面记载他 他指不于什么 怪力乱神 这四样是什么 乌教 因此孔子非常自觉的 跟乌教这个系统 怎么样 隔离开 他自己去想 我们现在说就是 找到什么自我之类 什么的 那些都很浮浅的话 但是可以用来说明 找到自我 所以他提出了人 和他对于理的认识等等 这个都跟乌教没有关系 他就像古希腊的这个三折 其实他们也是对于 希腊神话那个系统怎么样 有所批评 所以这个苏格拉底就 大家开会投票 读死他 读死他 那这个孔子呢 也是这样一个 释迦牟尼也是这样一个 释迦牟尼在这个觉悟的时候 我们看他出家悟道 他没有当时印度非常多的怪力乱神 他没有召唤任何一个来帮助他 开悟 他就是自己在那儿 一个人想 这个姿势 他就是一个什么 觉醒者 他终于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想通了 觉悟了 那觉悟者是什么 是佛 他就是也是不与怪力乱神 至于佛教里面加给他一些怪力乱神 那是教会的事情 那对于释迦牟尼这个人来说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我我刚才就说这个关系呢 是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是什么呢 是乌教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原始时期 建立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里面有有我刚才说的 前科学的科学性格 这个三星 这个大火星 地平线升起来的时候 下肿了 别管刮风下雨 赶快下肿 要不然就耽误一年了 那三星升起来的时候 鹿绒该隔了 再不隔 那个隔不动了 它就骨质化了 所以鱼猎也是 什么游 什么鱼就开始游 回游到这边来了 赶快下网了 你再不下网 你这个一条鱼都打不着了 它跟我们的生存 关系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乌教时候 乌术的时候 这个乌文明的时候 那么当然从孔子那个之后 它影响到我们 作为现代人 作为现代人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跟您合有 哦 合有 好 那时间现在应该是到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好 这一条报道 先问一下 前段时间您出了一套全体吗 不是 出版社出的 主要是小说 以前三文 今天讲座 就是您最新的一个学术研究 我想问的是 您以后 是继续在这方面 就是钻研 还是会给您一些新的小说出来 还是会给您一些新的小说出来 为什么幸灾乐后 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 我是个专业作家 职业就是说 我是靠他吃饭的 这叫职业 我做的好不好 但是我靠写作 写小说吃饭 那这叫职业小说家 我是个专业作家 什么东西哪一个专业吸引我 我就会去追随他 多长时间我也不管 什么 别人就说 这是你的兴趣吧 所以 也没有 这个就是因为自学形成的性格 你对这个感兴趣了 你就追这个 对那个感兴趣追那个 我不是一个 就不是职业作家 只是专业作家 专业作家 他最典型的代表是写说明书的人 好 那咱们就共同期待阿诚先生的新作 具体是什么呢 就不得而知 用我们一句话说就是看吧 咱们共同期待 共同识美代 好 最后再次感谢阿诚先生 谢谢 好 今天跟我们讲场到此结束 咱们下个月再见 咱们下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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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个月